快来看到风灾重创临边和嘉东地区 为了减轻淹水的风险 政府全额补助受灾户设置防水闸门 只要每逢大雨避淹 让这个受灾户真的是淹怕了 为了防范 噩梦重演 他们也赶紧向相公所来申请设置 工人忙着装设防水闸门 一旁的受灾户满意的举点头 乌拉特重创临边嘉东地区 为了减轻两个地区的淹水风险 政府全额补助受灾户设置防水闸门 每逢大雨避淹真的是淹怕了 受灾户也赶紧向相公所申请 装防水闸门的费用全由政府买单 向民集申请 不少中北部的厂商也全员出动 南下临边地区抢食这块大饼 应该有六家厂商以上在这边来做这块工作 我们公司目前已经装了将近差不多一百户了 完成一百户左右这样 对于免费装设防水闸门的政策 临边乡民感谢 但也有少数乡民认为效果有限 大水一来还是有可能淹禁家园 政府好好修护护岸 才是真正的治根治法 中天新闻张春晃 月芳 评论报道